香港831太子站 港警无差别攻击市民的画面 仍历历在目 31号届满两周年 任用港人无畏惧 在警方戒备下 到太子站献花致意 但遭港警呵斥 要求带着花束离开 曾以记者身份到太子站拍摄 现在是湾仔区议员的梁博坚 向媒体表示 8月初曾收到恐吓信 内副刀片警告他要对831晋升 他表示不会因此晋升 而且831事件是大家的记忆 事情不会因为他不讲而消失 两年过去了 警方对于整个过程始终没有交代清楚 香港也在中共打压下 别说公开纪念活动 连现化的自由都没有 尽管如此 在海外仍有许多港人没有忘记 29号在英国率先举办大型抗争末剧 重现一幕幕触目惊心 和港人勇敢抗争的画面 主办方估计超过500人参与 让世界了解当天发生的事情外 也希望借此让大家知道 自由民主的可畏 新唐人亚太电视 林家伟 周永如 台湾综合报道